班农涉嫌众筹欺诈被捕 川普撇清称毫无知情 美国总统川普对前智囊班农在众筹活动中 涉嫌欺诈表示毫无知情 他在白宫对记者说 对于案件中有关兴建边境围墙的众筹活动 他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对班农被捕感觉很差 形容这是令人很忧伤的事 班农是川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功臣 即川普政府以美国人优先为施政理念的幕后推手 他涉嫌在兴建边境围墙 WeBuilded the Wall网上筹款活动中 与另外三人欺骗大批捐款人 讹称不会在捐款中收取一分一毫 但实际却挪用捐款做私人用途 WeBuilded the Wall于2018年底在GoFundMe筹款 筹得2500万美元 希望在国会的反对下 透过大众筹集资金在墨西哥边境 新建围墙 但根据周四公开的起诉说 被告只新建了一小段围墙 不少捐款流入4名被告口袋中 其中班农涉嫌拿走了超过100万美元 4名被告还伪造单据和虚假供应商 安排以掩饰罪行 北京开打新冠疫苗 是否程序正当遭质疑 据法新社报道 一家中国国企近日组织部分涉外员工 接种了新冠疫苗 遭到老五国的质疑 一家中国媒体近日也引述知情人士说 北京目前已经在小范围接种新冠疫苗 就在俄罗斯抢先批准新冠疫苗引发担忧后 中国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是否为时过早了呢 法新社周四报道 中国也经科工集团公司的一家子公司 近日告知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他们的48名当地中方员工在反攻前 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如果他们在检测中出现阳性反应 属于接种后的正常反应 并非感染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名官员表示 他们已经要求中方立即做出解释 并阻止了一架载有百余名中方员工的包机 在本国降落 有迹象表明 这并非是一起孤立事件 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组织员工接种疫苗 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日引述多名接种了新冠疫苗的 北京公司员工和疫苗公司工作人员说 北京已经在小范围的接种新冠疫苗 报道提到 某公司业务负责人自称上周 已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接种了疫苗 而他的很多年轻同事也已经接种 他还说 接种者大多属于特定群体 包括需要经常到国外出差的人和一些医疗人员 这位负责人透露 他和同事都以受试者的身份签订了保密协议 需对接种信息严格保密 而1000元的接种费用是由公司支付的 他还提供了一份未经证实的知情同意书的图片 显示这些疫苗是由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已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临床研究批件 并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定合格 上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他们已经批准了一种新冠疫苗属全球首例 6月俄罗斯卫生部下属的一家研究所 登记了这种疫苗的一期和二期联合实验 但此后从未公布实验数据 尽管该疫苗还没有完成三期实验 但俄罗斯官员宣称他们会迅速投产 通常情况下三期实验可以确定某种疫苗 是不是比没有疗效的安慰剂更加有效 还可以帮助研发人员发现一些不常见的副作用 避免对部分接种者造成伤害 媒体此前报道 中国军方已经批准军人使用一款 仍未完成临床实验的疫苗 国企中石油则发通知 邀请他们的海外员工 接种仍未获批的疫苗 以共紧急使用 中国热炒 假如明天上战场告别信 军事专家称 这是中共维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内忧外患问题之际 中国网络热传一篇 假如明天上战场 驻福建某部队官兵写下生死告别信的报道 指有驻福建的部队正在展开三信一书的活动 士兵向家人写信 说出要出征的心情 一方面想家人告别 但同时又强调为国家奉献等 打造一个愿为国家牺牲的决心 军事评论员黄东接受苹果日报访问直言 虽然难料中国会否对外出兵 但最少要显示中共正维系着手上最后的一根稻草 黄东表示 报道中的三书一信除有宣传作用 也有鼓励士气之效 目前中国形势出现内忧外患 内部的新冠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 水灾未了 内部经济形势影响民主等等 种种问题无可避免影响军心 面对与西方关系转叉 转移视线实属必要的工作 但至于是否如外界估计 中国随时出兵 黄东坦言 无能力预料这个最高军事机密 但炒作这话题 一定程度显示中共正维系其手中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共手上最大的本钱就只是军队 无论会否打仗 也要军队负责维稳工作 这也无可厚非 至于报道强调住福建部队的表态 黄东认为有两个含义 其中一个是习近平曾主政福建 他目前仍然非常信任东部战区 尤其是福建部队 这是对火车头的表率作用 极向全军示范 由习近平熟悉的部队做示范 也不会意外 另一方面 两岸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除对内凝聚军心 对两岸关系上 也是对台湾的一种表态 要告诉台湾 我们已经整个代弹 不要再搞台独分裂活动 报道指 东部战区驻福建牟旅 近日开展了以激发战斗血性 为主题的三信一书活动 活动的主旨是 如果战斗明天就打响 士兵会给谁写信 又会收到谁的来信 士兵的信会怎么写 所谓三信一书的活动 根据中国网络资料 是指留给家人的告别信 家人的嘱托信 地方的慰问信 一书就是士兵的请战书 当士兵要上战场 告别信 将可能成为士兵留给家人的最后一段话 嘱托信是亲人送给士兵最真挚的话语 慰问信则承载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 中国形容请战书是士兵牺牲奉献的忠诚觉悟 通过请战书 士兵将直面战场思考战争 将使命提出来 写下来 请战书同时要激发士气 除了面对内忧 习近平同样饱受外患的威胁 军事上 除了要面对南海问题上的国际压力 两岸情况也是重要一环 面对台湾与美国越来越密切 每逢敏感时间 解放军机就会飞进台湾 综合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资料 解放军战机今年6月 就有10次进入台湾周边空域 其中有9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角 另有一次取到宫谷海峡 进入台湾东部周边空域 7月最少有5次记录 解放军机于本月10日 曾短暂逾越海峡中线 到了13日再度飞进台湾西南角的防空识别区 解放军机远程航讯 绕行台湾 以挤进程为常态 除了军机 解放军航母辽宁舰也多次驶过台湾海峡 令当区局势如见再嫌 BBC专访蔡霞 有原罪的红二代被开除党籍 很高兴 67岁的蔡霞退休前 是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最高机构 中央党校党建教员部教授 党龄已经近40年 蔡霞日前被宣布开除党籍 并取消退休待遇后 迅速成为西方媒体上的新的热门人物 中共近日开动所有宣传力量 全力围攻蔡霞 也有媒体认为剥夺退休待遇 是中共对异议者和反对者使用的一种新的惩罚形式 中央党校通报案件时明确指出 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 属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案件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8日在微博上发文批评 指蔡霞对西方媒体的采访似乎来者不拒 接受美国之音纽约时报自由亚洲电台BBC的专访 他对中国体制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毒攻击 胡锡进指责蔡霞勾结外部势力 如果一个人尚存一丝不与外部力量合作 损害祖国利益的意念 就不会像他那样做 招致中共愤怒言论的包括发表批评香港国安法的文章 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唤习 称中共是政治僵尸 不点名批评习近平是黑帮老大 在新冠病毒吹哨人李文亮去世后参与联署 要求言论自由 蔡霞说很高兴被开除出党 与其彻底脱钩 成为了全球新闻热点人物的蔡霞 目前在美国 但在中国大陆进入寒蝉的环境中 关于蔡霞的一切信息被密集转发和低调讨论 朋友们极度担心蔡霞面对的政治抱负 蔡霞出生在中共典型的革命家庭 她的母亲、舅舅、姨妈都参加了中国军队 但过去多年她时常为公知辩护 也就大量公共事件发言 接受媒体采访中直言不讳谈中共党和制度的问题 言论上越来越趋于自由派 很多评论认为她出身于军人家庭 是军二代属于红二代扔掉红旗反红旗 海外比较极端的盛印则认为她是中国的既得利益者 体制核心人 是中共的忠实拥顿 是最应当维护体制的人 就算是之前的批评 也是帮中共完善制度维持统治 她现在只是被体制抛弃了 蔡霞说中央党校曾打电话找她谈过十多次 要求她回国跟组织上谈清楚 但她表示没有安全保障 她不能回去 出于安全原因考虑 她也拒绝回答任何媒体 对她目前生活状况和对未来打算的问题 以下是我们为您选择播出 BBC中文对蔡霞的专访 BBC问 您近年来多次对社会事件发表评论 中央党校对您有批评和阻拦吗 蔡霞说每一次外面有声音都会来找我谈话 当然谈话是越来越严厉 最开始是2011年北京有一个规模不算大的讨论 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提出了一些想法 就传到海外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议论 海外的议论又传回到北京 北京上面又追查下来学校找我谈话 那是第一次 我觉得学校找我谈话是比较客气委婉的 提出发表意见要注意场合注意分寸 但后来每发一次言 每写一个东西 只要在网上引起议论 尤其是引起五毛的攻击 上面就一定要追查 然后就会来找我谈话 2014年薛蛮子的事情 我写了一个评论 然后被谈话 2016年任志强的事情 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四分之三的篇幅 是原文照抄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四分之一是我的几句话 然后被他们批成有严重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 谈话就很严厉了 我当然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谈话 我就告诉他们 这是党章 你要说我有严重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 你先把党章给否了 就是那次谈话中 他们隐隐的警告我 就看你的态度怎么样了 态度好 我们想保你 态度要不好 有可能要给个处分 甚至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后来这种谈话的频率就比较多一点 因为外面亦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明明你不是这个意思 人家给你栽赃成这个意思 他也要你认错 我说我没有任何错 所以他们在这次对我宣读的决定里说 我从不认错 拒不认错 BBC问 你是中央党校的教授 研究党建多年 你今年来对中共的认识是怎样转变的 蔡霞称 我们很期待十八大能够往前走 但是十八大没有能往前走 看到的是倒退 看到七部讲出现 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告诉我 它不会往前走 它会倒退 很多人关注的那个方案的市场经济部分 他们看到了平等进入 平等参与竞争 而我是搞政治研究的 我关注的是有哪些制度措施 保障经济领域的改革 我们知道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往前走 经济改革是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的 你看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一部分 我们讲民主政治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进程 一个是基层社会的民主进程 基层社会的民主进程 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 自治 而国家生活的民主进程 是指决策的机制 包括选举 能不能扩大选举 有没有言论空间 能不能让媒体进一步放开它的监督权力 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系 有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和调整的设想 这些层面上看不到 在基层自治当中 提到了基层的民主协商 民主讨论 这种自我管理 这些东西他谈了 但是始终回避选举问题 我当时的印象就是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当中 没有强有力的措施 但他居然把网络的管控措施 写到了改革方案里 在社会管理那部分 他把网络化管理写进去了 这就让我意识到 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没有一点放松 甚至于把强化对社会监控的措施 用并入改革方案的方式来使它合法化 所有措施都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措施 而是进一步限制权力和限制自由的措施 那你想经济领域的改革 平等的竞争有吗 不可能 所以我看到这个党不可能真的往前走 接下来就是任志强的事情 2016年任志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但居然是北京市委组织网千龙网 说任志强是反党分子 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后来学校找我谈话 问你为什么要写 我说如果这些语言出现在新浪网搜狐网 我都不会去写文章 但这是北京市委的网 这样对待党内不同意见 那我必须拿党章来跟你论理论 因此我才写了那篇东西 但是遭到了施压谈话 炮轰任志强带着也把我炮轰了一通 所以那是一个节点 让你感受到文革说来就来 如果这个党本身没有真正的改革 不坚持推进民主推进改革的话 我们随时都可能回到文革去 2016年底雷扬的事情 让我对这个党在政治上 从失望到绝望 这个事情并不是涉及到 国家全面的改革那么艰难 相对来说是简单的 你们警察在执行过程中打死的人 这就是一个普通市民的生命 和掌握强权意志的政府 党的关系问题 而中共天天都在喊 为人民谋利益 都还要让人民有获得感 满意感 人民高兴 但是公众看到的是什么 动用国家资源 千方百计隐瞒真相 而有关部门就警察那些公安部门 他们在雷扬死了以后 为了要推脱自己的责任 伪造证据 然后雷扬死了 还要被污蔑 这个事情最后 到了我们全国人民都在关注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明明白白的摆着 居然到最后迫使家人 不提起诉讼 这个事情对我产生巨大冲击 让我心里非常难受 我觉得这个党 你不能再指望它了 我看到的不是因为改革的难 而使得你犹豫不决 我看到的是因为小圈子里的人 要保自己的团伙里的打手 不惜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 去打压真相 封锁真相 同时我感到这个国家 未来没有平和的日子了 我们一直希望 中国的政治转型改革 是平和的过程 不发生大的动荡 但是雷扬案 让我看到希望彻底破灭 到了2018年的修宪 我就是极为愤怒了 我知道这个党已经成了僵尸 修宪明摆着是一个倒退 开历史倒车的事情 大家都明明白白知道是不对的 中央全会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党还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吗 没有了 政治僵尸这个话 现在大家听了 都觉得好像很有冲击力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他们就是政治僵尸了 这个党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我纠错的能力 BBC继续问道 您说中共是政治僵尸 但这么多年 为什么中共政权一直能够维持 蔡霞认为 首先集权统治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更容易实现 因为人们要生存 生存是第一位的 第二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过现代文明 几千年就是这么依附权力活下来的 民族文化传统习惯是依赖于权力 权力崇拜 你有权你就有本事 我能跟权力搭上关系 沾到权力的一点好处 别人就羡慕我 我也算有本事的人 第三你可以看到平庸的恶 我们讲美国西方世界的政治冷漠 它是指的我可以不去投票 因为制度规定了我的基本权力 哪个党上台都不会动到我这块 我可以不当政治的热心人 但是我想投票 想批评你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阻挡我的投票 所以我们从政治学讲 叫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有的 但中国你消极自由也没有 积极自由也没有 你不想干的事 它强迫你干 你愿意干的事情 它禁止你干 而这个时候 大家都想保全自己 所以当权力没有伤害到你的时候 你不会说话 枪打出头鸟 这种残酷镇压下 人人自保 不到你头上 你不会拼死反抗 BBC继续问道 作为退休党校教授和红二代 你为什么会站出来发表声音 蔡霞说 我的父母从小熏陶我 让我不能不关注别人 所以你让我岁月静好 蒙头只过自己的日子 闭眼不看现实 我做不到 而且我几十年的学习研究思考 这个东西已经从我的谋生手段 变成我自己愿意做的兴趣 或者说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 它不仅仅是个兴趣 是个责任 这就要说到我跟红二代之间有些争论 他们也不理解 你干嘛要说话 你不是过得很好吗 但是我想说话 是我们父母的工作环境 工作条件 让我们享受 享受了他们获得的待遇 我们的住房 我们吃的饭 都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得多 在进入社会时 客观上提供了高于别人的起点 文革的时候 我那么多同学都上山下乡 我没有下乡 所以我在想 我们的起点比别人高 父母创造了一开始 就比别人高的社会人生起点 意味着你可以获得很多利益 但是反过来讲 你是凭借特权获得的 你不跟别人处在一个平等的起点上 所以后来我看到我的同学 写的文革中家庭的遭遇 就可以看到原来中国是有政治建民的 你是政治贵族 他是政治建民 你们不在一个起点上 你们在一个教室里坐着 但并不意味着你们是平等的 你们的社会差距是极大的 但是你反过头来再看 中共获得政权后 让官员的孩子过得比别人好 但没有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过得好 我们这些人其实从小是享受了特权 是有原罪的 父母出来参加这个当时讲的革命 讲的是人民当家做主 你现在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没有实现呢 你觉得你没有责任 要推进这个国家往前走 我们讲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这个责怎么体现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说我没有办法不说话 所以李文亮那个签名 学校问我为什么要签名 我就把这段话写了上去 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BC接着问道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 你不应当站到党领导国家 这一限制规定的对立面 或者实际站到党领导的对立面 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蔡霞答道 你问问他 这个党在党章上写的是什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党章上写的是 党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 除了制度明文规定的一些利益 他不可以谋取任何特权和私利 我是依据党章的这些要求 我真诚信奉这些东西 我认为我做的东西跟他写的东西没错 但跟他们现在实际干的这些事情 提出的维护私利的东西 我显然是站在对立面的 当初他们动员我入党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党章所说的这些东西 我才加入的 当你在违背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我违背了 是你违背了 我要保持我自己真正相信的这些东西 保持我自身原则的一贯性和坚定性 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党 因为这个党已经背叛了 他在党章上给人民的承诺 所以不是我站在党的对立面 而是这个党自己扒下了他的虚伪 如果说他过去还有几分真诚的话 那他现在彻底把自己变成了 他原来所宣称的对立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